HELLO 大家好,一角行人又和大家分享行山樂趣 上一條影片相隔了幾個月才面世 原因在今天的Post 和大家講了,希望大家體諒吧 講回這次要分享的路線,叫做長洲環島中環遊 什麼是由環島又中環呢? 因為這次走的路線是以八字形式來走 機會環繞全島一周 也會貫穿它的中心地帶,經過超過20個景點 出發前,為大家簡單介紹一下長洲的資料 長洲位於大嶼山和南亞島之間 面積約2.46平方公里 長洲原本是兩個小島 兩島之間經過千萬年來日積月裏的海沙沉積 形成了連島沙洲而連接在一起 形狀有點像雅寧,所以有人會叫做雅寧島 長洲居民原本以捕魚為生 自1970年代氣,旅遊業漸漸成為長洲的主要經濟之處 島上有不少的七洲度假屋 也有一間據稱是三星級的酒店 長洲較為人熟悉的 就是每年都舉行的太平清朝活動 當中包括有不同的傳統酬神祭祀儀式 無絲無麒麟 飄飾巡遊和刺激的搶包山活動等 可惜自2019年出現疫情之後 巡遊搶包山至今仍然暫停居行 但願疫情快點過,可以再得見烈鬧的場面 不過除了太平清朝 長洲還有很美麗的海岸線 迷人的沙灘 很多傳統廟宇和奇岩怪石 更有多不勝數的特色食肆和美食 絕對值得到此一游 來長洲要在中環5號碼頭搭到輪 團程大約30-60分鐘 到了長洲碼頭,先到第一個景點東灣 我們由碼頭經東灣路穿過長洲中心區 就可以直接來到東灣泳灘 它是全長洲最大的沙灘 有高山園和更衣室設備 景色和水質都很棒 是很多人在泳季時的沙灘選擇 在泳灘範圍外,還可以玩獨木舟等水上活動 東灣旁,有一個滑浪風帆紀念花園 紀念滑浪風帆運動員李麗珊 向1996年為香港奪得首面奧運金牌 還樹立了一個雕數,大家不妨來打卡吧 景點是北帝廟 由東灣經國民路返回長洲中部 這裡會經過一個有名的度假屋苑 東堤小竹 來到北斜後街右轉向前走,很快就到了 長洲島上眾多廟宇之中,以玉虛宮最為著名 所供奉的主神是北帝,所以又叫北帝廟 一走入廟內,一位恩勤的職員已經出來迎接了 北帝廟是三進式設計 中間樓頂是通天的 是長洲規模最大的廟宇 已經有二百多年歷史,屬一級歷史建築 每年長洲的城市太平清照,亦都在北帝廟前舉行 波子的服務態度非常認真 時刻都陪陪在客人身邊 在北帝廟前的球場,是舉辦太平清照的地點 每年照期的時候,會在這裏搭建不同的製棒 場面非常熱鬧 下一個景點是北蛇天后廟 由北帝廟向右行 經過長者中心,很快就到了 北蛇天后廟是兩進式設計 廟內的天后像,造型頗為精美 除了天后,還供奉了金花娘娘和財神 北蛇天后廟是長洲第一間廟宇 最初的名字是大灣美天后古廟 廟內的建築還保存得很好 附近都是老人中心 接著去北跳亭 走出天后廟,向右轉上山 北跳亭位於長洲差不多最高點 但是上山的路,沿途也有樹蔭 不算辛苦 北跳亭位於高點,所以觀景特別廣闊 由東灣仔至觀音灣的景致都盡修眼底 請看一看,請坐在一起 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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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角咀 從北跳亭旁邊的石級走下去 沿途這兩個觀景台都在做加建頂蓋的工程 經過了第二個觀景台來到這個圍欄缺口 有小路可以走去海邊方向 前面遠處是北角咀 走到崖邊可以飽覽整個東灣和觀音灣一帶的景色 這裏有條小路可以去北角咀最問邊 沿途有幾個位置接近懸崖邊緣 建議大家不要冒險過去 如果好奇想知道那邊是怎樣 帶大家飛過去看看 路線是這樣走的 北角咀是長洲東北一個突出的部分 這裏崖邊樹立了一支好奇桿的物體 旁邊的就是東灣仔沙灘 好,我們現在就去東灣仔 繼續沿石級下去,這裏的觀景台又在做改建工程 嘩,好大的蜘蛛網 好,過了觀景台就可以看到整個東灣仔的風景 雖然有些垃圾衝了上來 但是這個沙灘的景色仍然好美 它兩邊都有山丘包圍 好似自成一角的小天地 不過,今天嬌陽似火 找個地方休息一下 這邊有個很棒的樹蔭位 從高空虎欠東灣仔,近角美麗 好似太平洋度假小島的沙灘那麼美麗 這邊有流浴王 再回到長洲中部,去長洲戲院 在這個正位置休息了很久才可以組織走 沙灘的另一邊有一條長石級上山 在這裏右轉走下去,繼續下車 途中看到一些顏色鮮艷的果實 沒多久來到海邊 這裏有一個休憩處,可以透露和欣賞大桂灣的海景 這條海濱路上有不少的小沙灘 經過了長貴村,第一代鄉村型公屋 過了大桂灣之後,這一帶屬於工業區 有店舖可以補給 補給後,再向中部 在水務處轉入文順行 再轉入新興後階就到了 長洲戲院在1931年啟業,1997年結業 屬於三級歷史建築 現在等待被活發 下一個景點就是關公中議庭 繼續行程之前,建議大家先吃午餐 長洲有大量的食肆集中在中心區 不用怕沒適合你的口味 吃飽了,再出發 由東灣到興隆後街 在這家時裝店旁轉入長洲山頂上山 經過了一座有很多青瓜裝飾的屋 室外的青瓜擺設造型又多又趣 最有特色 關公中議庭就在他旁邊 3月的時候,場地仍然因疫情關閉 進不到上櫻 唯有在門外偷上隔牆花 當時所見,場內只有一棵櫻花樹盛開 除了欣賞到櫻花之外,還捕捉到一隻雙屍雀在大塊朵 採食花物的情況 場地重開之後再次到訪 但是已經見不到櫻花的方中了 不過場內仍然有好美的道卷花 這裡有個被訪客掛上祝福牌的角落 關公中議庭是長洲建成年齊最短的廟宇 是供奉關聖帝君的 據說當年建廟的時候,因為遷就一些法律的細則 所以叫它庭,而不是廟 廟內有一尊8呎8吋高 由原條張木雕刻而成的關帝像 關公中議庭的花園裡面,還有不同的植物 包括了好多棵櫻花樹 是香港其中一個賞櫻的熱點 這裏擺放了一條由漁民拿獲的鯨魚骨 這裡擺放了一條由漁民拿獲的鯨魚骨 中議庭後面還有兩個涼亭 嚴嚴夏日,在這裏中途休息也不錯 好嗎? 接著我們去長洲石刻 出了中議庭後,轉右 沿觀音灣路,轉入長洲體育路 過了酒店,就會到達東灣和觀音灣之間的海濱 這個海面,不時可以看到有人在水上活動 長洲石刻就在酒店旁的山壁,但到現在還是封閉了 石刻古跡據說有三千多年歷史 我們再去水月宮觀音廟 轉出海邊一直走到直升基坪 這處可以觀賞到整個觀音灣的海灘 向沙灘方向走 這個滑浪版標記是紀念李麗山以前在這裏練習的 觀音灣又是長洲其中一個很美麗的沙灘 在這個辦事處旁邊轉入 很快就來到水月宮的入口 長洲除了天候廟多,供奉觀音的地方都不少 水月宮觀音廟就是其中之一 堅城的年期不長,但估計都有過百年歷史 水月宮觀音廟是一進式設計 規模不算大 但這個地方是用這間廟的名字命名為觀音灣 可知地位有多高 長洲居民以漁民為主 所以觀音廟是望海而見的 祈求能保佑海上平安 接著就是觀賞旗石之旅 觀音廟路口有一個退出位 繼續旅行左邊的小長城路奪 這個位置能夠遠跳觀音灣和東灣的景色 小長城的德明應該是有部分路段 起了一些像古代城樓的麻石欄杆 很快就到了芝麻坑景台 這裡能夠欣賞長洲東北面的西薄寮海峽景色 我們先從它左邊的石蓋上去 在海邊就看到第一塊奇石 而這個位置可以盡覽東灣和觀音灣對出景色 這個是觀音灣觀景台 去潮的時候見過有人在玩群邊 接著是探訪花瓶石 由芝麻坑景台右邊的石蓋去 這裡就是入口 先在這個觀景台看看風景 除了欣賞到超美無敵海景之外 也看到兩塊奇石 花瓶石應該是它外形像一個花瓶吧 叮噹石可能因為它像一個洞洞 在圓石蓋上去 這條小路是可以去到叮噹石的 不過就有點難度 我們先去花瓶石探望一探 這裡可以看到叮噹石 又可以近觀花瓶石 看到一部份岩石又被人圖畫了 來到花瓶石底部看到一條石隙 試試進去看看 這裡很考驗大家的身形 一個行人都是僅僅過島 進去進去就好像一個石室 有一塊岩石好像快要掉下來 對外就是大海 上面可以看到花瓶石 進來爛出去都是這麼懶惰 出來了 出來了 如果想去叮噹石可以走這條路 不過就要兩力而為 下一個景點是人面石 沿小長城前走 在這個位置左邊路口進去 上網找資料的時候 發現原來有不少人都不知道 看人面石是要走到它的背面看的 從這個角度才能看到真面目 有些人只是在外面看 竟然說它是外星人頭 但是看過這個角度的人 會說它是天使面孔 所以又有人稱它為天使石 又有些缺德人將它塗鴉了 我們再去玉璽石 人面石旁有一個美景的位置 這裡是對著無敵海景的岩石坡 可以看到很美麗的海岸線 如果不是太曬的話 躺在斜坡上吹著海風 跟朋友聊聊天都很放鬆的 回到剛才的入口 繼續向前走 玉璽石就在小長城的盡頭 都是被人桃鴉了 石上有不少風化了的洞洞 玉璽石坐落在崖壁之上 從這裡遠望就是無邊際的大海 接著要走一段長一點的路去藍坦天后廟 回到人面石入口 轉左上石盒 在這個路口去左邊走走 這裡有個很美麗的靜修園 告示牌說不允許入口 在外面打卡 回到路口去右邊 這裡又有一個退出位 路上看到一塊寫著奔向光明的大石 這裡又有退出位 又一個退出位 走出20多分鐘,來到這個路口 右邊是退出位,左邊是天頭廟的方向 這裡是藍坦灣,有很美麗的沙灘 可惜還有一次來 看到它堆滿了不少由海上衝上來的垃圾 這裡除了有天校表 還有供奉觀音的 有一個亡海觀音台 天后廟就在旁邊 藍坦天后廟都有過百年歷史 據說早期的時候地處偏僻 規模也很小 但經一位走爛到這裡的女士悉心經營 善信戰爭 在多次重修之後才有現在的規模 這頂應該是在神像出遊的神竅 表前廣場,遙望凌丁島和海天一線的美景 風和日麗的時候,在這裡放空一下 頗舒服 接著又是一段長路,去五行石 起程前,帶大家去看海嶺 可以和朋友在這裡放空一下 繼續上路 走到這個路段都花費了不少體力 不過這個路段有很多退出位 大家如果累的話,可以由退出位回到長洲中區補級 這條小路是白曹灣的 白曹灣是一個不錯的小沙灘 這裡有一個類似燒烤爐的設施 雖然有人真的用它來燒烤 但我始終覺得它不是一個燒烤爐 不過就查不到真正的身份 沿著這個方向,繼續向五行石進發 這裡有一個望海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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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洲真的有很多欣賞海景的地方 終於來到五行石景點了 有人说五行石的分布位置 有点像古代阵法,因而得名 让我深入阵中一探究竟 这几块岩石大笑不一形状各异 其实一个行人不懂骑门论甲 所以不知它是不是以阵法排列 每块石是否有金水木火土之分呢? 网上找的都找不到答案 现全所见,只有其中两块石被写上水和金字样 五行石位于长洲西南端铺鱼湾旁边的岩壁之上 名称由来不祥,大约是因为它有五个 而它的英文名是reclining rock 即是邪移的岩石 它又真是邪移在岩壁上面 相对这个名字好似贴切点 一个字面 dal兩 較近的章寶仔洞,由五行石旁邊的石盒 可以經鋪魚灣去章寶仔洞 不過,若果漲潮的時候,要爬上梯 沿鐵絲往邊爬過去 退潮的時候,可以在沙灘岩石通過 過了鋪魚灣繼續前行 穿過了這條岩石縫的樓梯,已經有動於探險的感覺 最後到了章寶仔路 路邊有一個自助售賣攤檔 完章寶仔路向海邊走 傳說章寶仔洞是香港著名海盜章寶仔 曾經用來收藏寶物之用 但現在只不過是一個旅遊景點 裡面又黑又窄 建議在洞口到此旅遊就算了 完章寶仔路回程 這裡下面就是洞的出口 我們再去西灣天候廟 完章寶仔路上去 來到一個公廁 轉去左邊小路 一會兒就到了西灣的天候亭 這裡的景觀很棒 可以欣賞到北長洲海峽的風景 又可以飽覽整個西灣海濱風光 還可以觀賞日落 天候亭旁邊有一塊岩石 黑有書法名家的福治麥寶 西灣天候廟有超過200年歷史 規模雖然不大 但據說是長洲天候廟中最旺的一間 內部長而窄 布局簡單而雅結 資料鎖是西灣天候廟 每年的農曆三月天候旦 都有粵劇欣賞和抽花炮慶祝活動 在天候廟旁有一座供奉觀音的佛堂 永聖堂有兩層建築 包括可以收容避世向佛府裡的住宿地方 神堪布置簡潔 供奉住一幅觀音畫像 而永聖堂旁邊還有一座地武廟 廟宇雖小,但供奉了地武,龍武和太歲老爺 據說地武是負責種植米糧 供奉地武是祈求衣食充足的意思 而永聖堂旁邊的武術 作詞曲,上重臨海 的啊 但無論烏迷 可以來自的以外 你希望 廟宇雖太太太 下一个景点是西湾码头 由天后庙右边走,稍后就到了西湾码头 西湾码头位于西湾避风塘海堤进驻 有街道来往西湾和长洲杜伦码头 码头见有避雨亭,除了可以乘搭街道,还可以作休戏之用 在这里休息一下,又可以欣赏西湾海滨美景 坐一会儿,马上充电吧 西湾和长洲中心区有一段距离 相对上比人一种远离繁囂的感觉 身处其中,临摄幽幽自在 就是这样 有时间,大家不妨花十元 体验一下这里的街道旅程 遥遥遥遥,穿梭于港内大小船艇之间 仿似水上任我行 这样 既然来到西湾 进度在区内走一走 这里其实也有不少特色食肆的 之后我们会去大石口天后庙 不乘搭街道可以经长洲西堤道行回中心区 享受一下漫步海堤的游行 大石口天后庙 由海边转入大青堤路 在这里又转入中兴街 据资料锁匙 大石口天候廟,是長洲第二座廟宇 也有超過200年歷史 內部頗為寬敞,供奉不少神靈 除了天候娘娘,還有觀音娘娘,金花娘娘 文昌,福德,土地,紫微星,周公,華光,飛輝太歲 所以這裡的香火好鼎盛的 探過天候廟,我們去左邊看看另一個景點 是另一塊人面石 有人說它像特朗普,你又覺得像不像呢? 最後一個景點,紅聖廟 沿天候廟右邊中興街一直走 到尾上石級就是紅聖廟 紅聖廟被社區樓房包圍 外觀規模不大,但是內部很闊落 屬於晉式建築 供奉的紅聖大王是廣東人的海神 廟宇建於1813年,都超過200年歷史 去到尾上石級吧 彭博紅聖廟,回到道輪碼頭 由廟旁的小巷,去到海邊 向右面直走就可以回到碼頭了 這條片分開了幾天才完成拍攝 但是環島遊,沒理由不一次過完成 終於在6月底天氣好轉 一天內完成整個行程 但是因為當日氣溫高達30多度 身體狀況又未完全恢復 中途休息了很多次 以及又要補給啦 結果花了7個多小時才走完 時間長了一點,帶量力而為最重要 大家說是不是? 這條路線有很多退出位 有需要可以中途退出,千萬不要勉強 以下是有一些關於這次路線的資料 給大家參考 我亦把這次路線上載到 香港遠足路線手機APP 大家可以用影片說明中的連結來下載 再一次提醒大家,市值嚴下,慎防中暑 我在一天泉酒的時候,總共喝了超過4公升的飲品 本身只是帶了2公升水 但是每度有補給的地方 我就補充飲品和休息,所以沒有出現問題 希望大家要留意補充水份 如果支持一個行人 請慷慨給個LIKE,留言鼓勵 或者給我一些改善意見 千萬不要忘記訂閱和分享給友好 一個行人頻道還有不同題材的影片 請按這裡的播放清單,慢慢欣賞吧 多謝收看,拜拜!